目前民調第一次超過三成,第二名 民調要投票那天高材有用 趙孝康有說黃國昌不認同台灣死刑的制度 那您邀請他當法務部長是代表支持廢死嗎 廢死在台灣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因為在台灣公共政策從來沒有一個像 需要認為支持執行死刑的這個比例這麼高 一般民調做起來都在85%左右 如果要不執行死刑 那就要很完整的配套錯誤 就真的要終身監禁 民調第一次超過三成,第二名 跟股票一樣 就是反正你就看一看就好 剩下該做的事情還是做 我跟你講民調要投票那天高材有用 其他那天高有什麼用 會不會再找郭台銘先生做一個或許的聯繫跟 沒有啦,我跟他有 其實他 我跟他聯繫都OK啦 因為他有什麼事情他就發簡訊給我 所以一向溝通良好 除了共同良好,會不會有進一步的可能 這就是自然就好嘛 紙聯就好,大家方便就好 目前有一些國民黨尋求支持 支持您這邊,未來有沒有什麼計劃更擴大來去 吸引這些民黨的支持 原則上是這樣啦 當然不問區立委就各自政黨票各自努力嘛 區立委是這樣,如果我們有提名的地方 當然是支持我們提名的人嘛 如果我們沒有提名的地方 我們就看跟我們理念比較接近 什麼可以,是可以談合作啦 如何就能收到架座 然後再次參與 我們可以駕一下 為止 好 請來